加沙地大當地時間星期四早上發生了至少5宗炸彈爆炸事件 據說一個人受傷 美國支音記者聽到爆炸聲 幾分鐘後幾輛救護車飛速駛過街頭 當地居民說他們認為目標都是哈馬斯的設施 這個星期在加沙地大和以色列的交界處發生了抗議活動 有60多人喪生,2700多人受傷 一位哈馬斯官員星期三接受採訪時說 死者當中有50名哈馬斯成員 其餘12人是平民,包括婦女、兒童和一名8個月大的女嬰 星期一的抗議活動是歷時一個月回歸遊行的高潮 當日美國駐以色列大使館在耶路撒冷正式開館 抗議者星期一聚集在加沙地大和以色列的交界處 拆毀了部分鐵絲網並投擲石塊 以色列軍隊向著抗議者開槍並發射出雷彈 還使用一些無人機投放出雷彈 穆斯林在月星期四開始制 抗議者說他們將會繼續示威 聯合國人權機構準備召開特別會議 討論被佔領巴勒斯坦土地上的日益惡化局勢 世界審理戰爭罪的常設法院 國際刑事法院檢察官辦公室星期三 對加沙地大的升級暴力表示嚴重關注 並且說可能針對犯罪行為的指控展開調查 對iz為了 發生了一場 兩位 兩位 三位 一位 二位 通告